2023對馬國明而言 絕對是豐收的一年 除了完成人生大事 迎娶通羅民進門 尤其主演的隱形戰隊 新聞女王也都叫好叫座 被網友力推再登市大寶座 雖然她本人失憤法系 在出席盤蔡燕時沒有為自己拉票 更直言不會投票給自己 只想參演劇集有好成績 可在官方開設的投票榜單上 她依舊遙遙領先其他候選人 鑑於人氣火爆 TVB也越來越從事馬國明 不僅安排她四處登台給金 還將期剛剛拍完的短劇 非常一致進行了排播 一期正好是頒獎禮結束的後一天 按照以往的頒獎規律 新進士大事後賽果出爐後 TVB也會立即播放他們的作品 以延續熱度 如此一來非常一致的面世 似乎也暗示了時代歸屬 儘管該劇還有陳豪參與 但就2023年的演出表現 不論數量還是收視 馬國明都遠超對方 所以《二峰的勝利者》不言而喻 馬國明走到今天可惟十分不義 2020年她才首峰時代 整整熬足二十年了 當時TVB的頒獎詞是這樣寫的 馬國明零年加入藝份班 演出多個經典角色 深得觀眾歡心 先後分別在12年、17年、18年 三度獲得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 多次被網民推舉做時代 今年第十二次提名最佳男主角 忠於憑霸式強人 充滿正義感的唐明醫生打破宿命 獲得人生首個時代寶座 短短120個字 濃縮了馬國明的整部奮鬥史 2000年馬國明加入藝份班 進入TVB後一直在打醬油 甚至在一部劇女演了九個龍套角色 直到2003年 她在律政新人王女演了個變態特殊癖口製造 才被高層梁家樹注意到 即出現了兩、三集 也才有料之後參演大製作衝上雲霄的機會 成為S4-1 後來KBB又仿照無線五虎模式 組了個互運六指組合 在違反委論的KBB舞台上 當年馬國明就站在林峰、陳建峰、吳卓希 黃中閘後面 綠色衣服的是馬國明 但在高層關注下 馬國明的上升速度還是挺快 2006年 馬國明憑本草約王女人吳亦造 《肥田喜事》等劇 拿下了《飛躍進步》南亞原長 慢慢想不到肥田喜事這段如今成為名場面 當年馬國明已預言許子安不靠譜啦 到後來的鐵馬尋矯 馬國明減少了偶像劇色的套路化表現 現的故語堂看似囂張刻薄 實際內心善良 也因為這個角色 馬國明被青崖出頭 但這劇再跟過《梟雄之二海號城》面前成了炮灰 別說時代 馬國明連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都沒拿到 同劇環有第一次演TVB劇的向座 此後多年裡 馬國明一直在受力捧 演男主 莫得獎之間徘徊 遇到討喜的角色 TVB就給他一個人稱安慰獎的男喜 但馬國明堪堪地說 如果大家都不願意拿男喜 我願意每年拿這獎 評到現在 馬國明對獲獎者是意看很淡 當年演鐵馬尋矯的鄭家詠、胡定欣 唐詩詠都拿過大獎了 馬國明還在當千年陪跑王 連這次得是大 他的獲獎敢言都是 沒想過我會得獎 我媽關心中八千萬多過關心我 這簡直是一個即場寫出的勵志故事 比起來耀祥、羅家良、陳浩等演技老衲的演員 馬國明的角色形象過於乖乖 總讓人覺得他來拿獎差了一點點火候 甚至當年因為陳山聰憑金銷大廈爆冷疫集 大家都懷疑馬國明要再吃百果 要不是白色強人口悲不俗 安心事件發生時 馬國明還在uncall加班 又意外為他博得一波好感 也不知道TVB高層會不會把獎頒給他 所以守得雲開見馬明 也有某程度上的政治正確 一個永遠uncall任勞從不計較得失的 不好新青年 公司有什麼理由不加獎他呢? 再錯過上盤 後面沒有接班人了? 得獎後 馬國明還開心地說 明天估計放假啦槓槓TVB應該再給他頒個勤工獎 奪得時代之後的幾年 馬國明依舊是TVB勞毛 尤其是今年 說許是為了賺夠老婆本 一直到婚禮前幾天 他才停下來抽空結了個婚 這期間有關他的租心事也不少 先是結婚前 鄭家榮的一番浪費時間論 直接引起了軒然大波 他在採訪中表示不會出席馬明的婚禮 說當你到不同階段 你就會明白 會覺得有些事情是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的事情就割掉他 所以你會用在值得的地方 原本他家三個小孩 疫情期間不參加 最會非常好理解 婚禮在外地 抽不出時間參加也很正常 但他的話說出來 就是讓人很不舒服 參加馬明婚禮 怎麼就變成浪費時間了呢? 當年鄭家榮和陳海林 在巴黎島辦婚禮的時候 辦得特別低調 場地只能容納80人 所以即邀請了最好的親戚朋友 連東張西望的節目組都盡不去觀賴 但鐵馬家族帶部隊 齊齊整整出席了 當時有個說法 他們是自快買經濟倉機票 去參加婚禮的 鐵馬家族最感人的一次是2020年初 馬國明陪跑多年後 終於憑白色強人拿刀士帝 全場起立股長 鐵馬家族成員激動得跑到台上抱住他公河 臨此善哭話 再加帶孩子的鄭家榮 大哥不要哭了 今年是他 當時的關係明明還好得要命 結果再別人婚禮前夕來者摩一出 屬實有點過分了 鄭家榮這個風波剛過去 黃森榮又跳出來了 準確來說他這一年都沒消停過 總是在馬明有什麼動作的時候 就突然出現 就好將故意搶奪熱度一般 於是在馬明剛剛結婚後 黃森榮突然接受了媒體訪問 重提安心偷飾事件 那篇採訪的標題為 找受害人償還救債 黃森榮不逃避 我夠膽當面道歉 這採訪內容不言而喻 黃森榮直言 很多人覺得他沒有道歉 事實上 在恨久以前 他已經向馬國明和徵修聞道過歉了 他只是沒有跟大眾交代這件事 因為他覺得不需要向那麼多人解釋這件事 他也坦然 自己道歉後 並不知道對方有沒有原諒他 因為有些回覆了有些沒有 他也沒有再主動去問 因為對方有權不原諒他 當記者問他事情已經過去四年 敢不敢跟當事人面對面道歉 他非常堅定地說 這一刻他一定敢 他那麼晚才接受專訪 就是心自已成熟許多 以前的自己會逃避 但現在的他選擇去面對 他現在懂得做事要顧及後果 讓自己開心的前提 是不能影響到其他人 黃森榮的這次專訪曝光後 迅速引起網友的意義 馬國明也回應了此事 他表示 大家都不要再執著於那件事 每一個人都已重新開始 他又結婚了 我又結婚了 這件事都不需要再提 當年前的事 也不需要再點提 但顯然只要黃森榮復出不成功 就不會輕易放過他 未來他會再做出什麼事 我們就拭目以待 至於馬國明 這些事最多影響心情罷了 俗話說得好 人逢喜是精神爽 一方面事業再攀高峰 另一方面商演廣告接種以來 有身價有資源 難怪馬國明更來春風得意 新劇播出在職 又被傳出張晉祖重頭劇《刑徵十二》 這部由新聞女黃源班幕後策獲的作品 可視十分用心 不但邀請正義回廊的編劇緝筆 還找來昔日當家小生林寶儀坐鎮 消息一出 馬上引發巨大反響 可惜有人覺得傳聞不可信 因流傳出的主演之一陳偉宴正在為非分之聚開工 而他也坦然未收到相關通知 等媒體向馬國明求證時 他卻表示的確有聽過中樹街再籌備該劇 也有意想讓林寶儀出身 此事公司並沒有告知他參演 而他也不喜歡主動詢問 故現在一節都是未知 雖然新劇計劃 暫時沒能落實 可馬國明的北上勞金資行卻非常緊湊 早前他就帶領胡鴻鈞、鄭遣豐、丁子朗 及黃亭鋒等六小生先後抵達佛山、武漢等城市亮相 期間他們還模仿新聞女王大結局五位女主共飲一瓶水 可見此劇流量有多大 既然要努力開拓內地市場 馬國明也沒有錯過雜誌訪問及寫真拍攝 近日就有內地網友分享了一輯馬國明的新照片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 大多數人看過照片都被他濃厚的眼線黑外 更值指這根本不像馬國明幾乎和Mirror成員盧漢廷狀樣 在這組照片中 馬國明突然改變妝容以韓風示人 除了臉部明顯變白外 還畫了極深的眼線 刻意躺卷的瀏海 以及控拓的臥蠶 與其平常的形象反差很大 從成熟資訊實力派轉變成妖野妝亂鮮肉風 難怪大多數網友表示無法接受 直呼他得罪化妝師 與此同時也有人指馬國明妝面太濃 好象翻版盧漢廷 這個妝容很可怕 看起來好象Mirror的盧漢廷 好象公公 一把年紀不適合化這個妝 只能說馬明突破自己做了個大膽嘗試 但有點過於大膽了 那麼今天我們就了到這裏了 請你點擊訂閱 打開小鈴鐺 讓我每日準時為你播報 明星的趣聞趣事 我們明日不見不散 嗯 好